但你看看这两个小偷啊 首先在桃圆这家这个批发的卖场 出现这样一名这个疑似专投化妆品的女贼 这次一名年轻的女生 这个天气非常热 她还穿着长毛的披风外套 让店员很注意她了 才发现说她可能是把这脱外的东西 全部都藏在她的外套里头 店家透过揭示画面报警处理 画面中年轻女子站在开架室彩妆柜前 挑化妆品把购物栏都装满了 还继续去挑把饰 只是到那天她却穿着长毛披风和长靴 引起了店员的注意 而且明明挑了一整栏的化妆品 结账时却只拿出一支笔 他那个只是个披风 他有另外一件外套了 刚刚另外一件外套都拿出来了 能拿都拿出来了 因为我们也不能去碰他 店员觉得不对劲 上前追问女子却否认偷钱 店家盘点后才发现这名女子 偷了开架式彩妆的眼影睫毛膏等 化妆品价值上万元 这名女子在店内时态度十分从容 即使不停有旁边的客人走过 她也没有反应 只是大家都快热婚的天气 她却穿着大外套实在太奇怪 才让店家起义将建设计画面报警处理 专闻简专风张宁闻桃园采访报道